继续要告诉您 恶病缠身是许多人的梦魇 有人是选择怨天尤人 不过有人选择更积极的面对自己人生 这是新竹 有一位流离艺术家 他28岁的时候就因为肾脏病变 导致肾衰竭 一共换过两次肾 而且呢几度的都是从死神前捡回一命 虽然他现在每周都要固定去洗肾三次 不过他依然非常乐观积极面对人生 不但持续的在流离创作 而且还到处的演讲开课 推广流离工艺 蓝色火焰中心 2000度的高温 让玻璃棒像熔岩般融化 一双翘手快速转动 原本生硬的流离 幻化成令人惊艳的作品 手臂上吐起的洗肾楼管 述说着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痛苦 28岁的时候 担任广告设计的古佑胜 因为病变导致肾衰竭 从此开始洗肾 那碰到这些事情以后 就觉得人生没有什么 发展的未来跟希望 后来是因为有这个 机会去做肾脏移植 又可以重拾一些 你以前想做的事情 那你想做的事情 就会想说你到底想做什么 因为有生过病 你就会觉得 很多时间你必须把握 新竹是台湾流离工艺的故乡 自从在社区大学 开始接触流离之后 古佑胜找到了自己的兴趣 我做过两次摄影池 第一次摄影池 那时候我的冠冕是 如果有健康就好了 后来又有第二次机会 去做摄影池 做完以后 你会发现说 并不是你有健康就好了 是你会觉得说 生命很短 但是你想拥有这个最短的弦 去做完成的梦想 并魔让古佑胜对人生没有杂念 因此更可以专注在创作上 而流离最令人着迷的魅力 就是在达到最高温之前 就要决定如何行速这件作品 从火焰中 或者是标文里面的火焰 你不知道它完成会是什么造型 或什么颜色或形状 然后把它完成会觉得 它就是一个重新说的生命 虽然它是很短暂的 这就是人生 你从出生到死亡 就跟火焰一样 烧一下就没有了 但是你留下来的这些作品 就是你的人生 可是传统的火枪设备 包含氧气制造机 瓦斯钢瓶等大型设备 动辄十几万元 因此它巧妙地研发 微型灯弓火枪 只要一般家用的卡式瓦斯 和纯通的火枪头 不到三千元 同样能够烧出美丽的琉璃 像一瓶瓦斯 在卖场卖的话 它大概三十几块吧 然后这个火枪的话 大概六七百块 预热炉也是用很简单的 卡式瓦斯 这个加起来大概三千块左右 你就可以在家里 管理一些玻璃工艺的东西 现在它寻回各地演讲和教学 指导更多年轻人加入流离创作 也在不经意间 鼓励大家珍惜生命的美好 它就是用它所有的时间 它可以的时间 它都在从事这方面的创作 我相信它也是想要激励大家 因为觉得就是 如果它都能够做到的话 其实我可以不用放弃 虽然五十一岁的它 生命像琉璃般脆弱 却能够凭着不懈的努力 让自己仿佛琉璃一样 闪耀着璀璨的光芒 民事新闻叶欣凯 新竹报导 永远